大家好 欢迎收看趋势指标 那今天是7月18号礼拜四 那我在大前天就是7月16号 就跟各位讲过了 道琼在相对高档震荡就有74点 而且呈现量的时候 它告诉你要做反转 对不对 我跟各位讲 技术现行的东西 它可以事先领先基本面或消息面 那今天开低以后 拉升上来到平板 下杀下去跌29点 量是缩到1044亿 但是跌29点 看起来好像跌29点 对不对 事实上看起来好像 如果没有台积电 或是大力光的称 其实看起来好像跌120几点 那今天跌成这样 那我之前已经跟各位讲过了 郁金光我怎么讲的 郁金光我救了蛮多人的 很多人说有载空 有载空行情 我已经刚跟各位讲过了 它是扣技术现行我没有谈 我只有跟各位讲 用基本观念 主力作手知道空单强制回补在 明天7月19号 所以主力作手一定是边拉边出 嘎空顺便做又多 然后呢 它在做出货 今天上海又一堆人在那边补 今天收盘收最低 1247张 是前一盘内盘价的 两块半 五档以下 代表人家在跑货 那破400是很正常 那你告诉我 在高档这里 震荡以后 今天呈现一个所谓破线 那我之前在跟各位讲过 我在讲 各位都没在听吗 你看电视节目 你是在看人家撒脑的吗 我没看到的时候 我就跟各位讲 433.5以上 你不要做追 我千交代万交代 你有一些 笨笨的不要被嘎空 它拉升上来 它是在做出货 你在做当中 比较笨笨看到涨就进去 人家在边拉边出 了解吗 为什么 我已经跟各位讲过了 这里全部都利多 什么郁军刚卡位告捷 郁军刚H2会怎么样 加温什么什么什么 一大堆利多 股票涨了一段出现利多 绝对不是好事情 这句话 你有没有听进去 那重点 你还懂得会算 你会在上面这里 去买吗 好 OK 很多人说老师 最高点到这里 最高点到454 你之前讲说433.3 你会不会去调整 那个价位 你不是我会员 当然我不能交各位 来 听得懂就听得懂 听不懂就算了 好 OK 知道我在干什么吗 不知道 这里已经跟你讲433.5左右 对不对 我当然懂得去做调整 缺口上缘 缺口上缘 453 这里就挂了 最高 454 老师 老师为什么这样说 我跟各位讲 我可以在节目上面 跟各位讲的是这样 但是呢 你如果学习到技术分析 你就知道 原来是在453 了解吗 453 那明天会破400 会破400 那破完以后 大家还是强制回补 那开始开放 券单的时候 我就找高点在空它 因为我知道 谈上来 哪里又是一个空点 因为它未来 还有一个说的低点 为什么 大力光 有没有注意看 7月11号 不是法说会吗 对不对 法说会变成法会 法会听得懂吗 泱泱泱法会 结果一堆人跑进去买 结果现在就在 在这里 那大力光它是纯种 它几乎是纯种的 苹果供应链 所以你要小心 大力光这个状况 那呢 今年的下半年 应该是比去年的下半年还差 所以苹果你要小心 那苹果供应链要小心 苹果股价 我也跟各位讲过了 204到208 208 好 那今天呢 跌成这样 那我之前 来 我请各位去看看 我的YouTube好不好 这一天 7月15号 我当天在节目上面讲 我没有留下证据 但是很多人都很清楚 过前高以后 呈现的是T字线 政府缩小 高点跟低点 27364 27294 减起来是70点 代表 在高档 政府缩脚 量缩 这代表量人不济 那我在节目上 跟各位讲过 周线扣高转折 月线扣高转折 然后呢 我也跟各位讲 1 2 3 4 5 刹起来 今天 今天凌晨 道琼是跌 对不对 那 今天晚上继续跌 听得懂我的意思吗 你看的是这种节目 很多人看节目 都没有在看内涵的 好 OK 那 我在7月15号 就跟各位讲过了 建高 做转折 对不对 刚开始跌 你不痛不痒 那相对 有很多人听我电视节目 听进去的 他就会跑 甚至 有很多人 长期看我电视的 老师你在抓高点跟低点 不会很 不会很离谱 我错的机会很少 那 各位要听听吗 我在节目上 已经跟各位讲过了 这个高点 我之前算给各位 对不对 我如果没有算 那代表你节目都没在注意看 这里上来 这做一个 所谓又多上来以后 那这里会来 我现在就已经知道 这里会来了 行进过程里面 我就知道未来会怎么样 第一个 事先算出来 如果来到这边 加犬来到这边 我都没看到 他告诉你 这个低点怎么算 这一段 下来的0.38在这里 对不对 看得懂吗 1062 这边在1066级 那谈生上来 那下去 未来就是在这里 那这里是 替我走 因为为什么 这两三四五 这有一个捏骨带 这有一个捏骨带 那这捏骨带 我这里都没看到 我从这个捏骨带 我就可以算到这一高点了 听懂请举手 这叫做技术分析 我独创的 外面找不到 找不到 好 OK 那今天 今天会跌 可能很多人说 老师 我在7月15号 7月 今天7月18号 17 16 15 我在礼拜一 就跟各位讲了 小心见高 转折向下 告诉你 3406 你不要做追 对不对 你不要做追 你要放空 你笨笨的 不要看到拉伸上来 你就去空当回补 你给他看到 强制 最后一天强制回补 你再回补就好了 然后呢 我有跟各位讲过 这种股票 美率 瑞玉 双红 这个都已经跟各位讲过了 你参加了LINEA里面 我的高档出量股 你都没在注意看 你都没注意看 每天给各位的 很多人都没有在注意 给我看的 我知道了 看电视 都没在看我看 都看 这个老师 在顶头都说绩效 说的老师 我好谈 不要那么笨 我每天事先给各位 低档出量股 你们把我当垃圾 很多人很喜欢 我之前在低档出量股 低档的时候就 在低档做多 我就低档出量股啊 这1000多档都选出来 你自己去算 里面每天 有没有从高档下来 有没有每天有2439 美率 有没有每天 有高档有瑞玉 我一直跟你讲 那是我的空单耶 我是现在讲的吗 我是跌才讲吗 不是耶 高价股 你们这要小心耶 3105 来 最近还在做撑 本来我大概这一 本来想说这礼拜要空 我下礼拜会空 我拎他拎他 看他如何 主力作手 拉上来会帮这些人做解套 现在一大堆利多啦 文贸看俏 在这里的时候跟你讲 文贸被抽单 外资调奖 在这里告诉你 文贸大好 苹果供应链 跌到这里又跟你讲大浪 那我之前讲过了 我在这里24年 我跟各位讲233 来到这边151 我跟各位讲156 157耶 那现在来到这边 差不多了 在几天我会对他动手啦 直接讲啦 对不对 好OK 那今天会跌 来看一下这个东西 看一下这个消息 你都是事后才知道 我从技术形态上 我就可以事先知道了 我礼拜一的时候 就跟各位讲了 来 这8点39 巨像路低头 美国国会迎逆法 美国的国会 您逆法断华为深入 Google遭路渗透 川普扬言要查 再给你看啊 这都8点30几的 再看一下这个盘前 来 川普又放话了 不排除针对3250亿美元的 入货品加征关税 还有的跌啊 那高点我们事先预告给各位 我跟各位讲啊 这个卖路在延伸下去 没完没了 后面还很惨啊 直接跟各位讲 这个点会破啦 为了这个点会破啦 你会不会紧张 你不会紧张 你会等到破的时候 郭宪正好厉害 我都率先跟你讲 看电视节目看这个 要看这种内容啊 那欢迎来学 你可以跟着我学 我可以教各位 好OK 那我们一档一档来看 来 郁金光 破线 433叫你不要追 上来 我之前为什么故意不讲 不讲 因为你不是我会 我不能教你 453 超长以后 我另外一个算法 就算出来了 就在这里 自己会不会算 那未来 他有出息 明天 下礼拜出息嘛 对不对 那未来会跌到哪里 会不会算 会不会算 我把这个消掉 如果你不会算 你是在赌博 这消不掉 怎么消不掉 有时候软体实在是有点 好 这边高点了 不会来了 知道会回跌哪里吗 直接跟各位讲 除完洗以后 未来这个点会看到 我讲完了 那再给各位一个东西好不好 还有在其他讲什么东西吗 有这些高价股的赶快来找我 重点是 你来跟着我学 这些我都会教各位 我的技术分析是 现在几年都是我自己发明的 三关价 双关价 趋势转折 三转折 五转折 税部K量能比 均线偏移 你看到的均线是这样 对不对 你看那是 白色的是五日 黄色十日 然后呢 这个 粉红色是二色日 我 我的是这样 老师 你的为什么可以偏移 这叫功夫技术 所以技术分析是事先做预算的 对不对 那他可以在 高档就知道这里死亡交叉 这里黄金交叉 这样死亡交叉 听得懂请举手 我发明的外面没有这个东西 没有人知道的 没有人会 所以我在跟各位讲 有一些东西 你就自己要看着办 来 台积电金法说会说 夏季会 会技增多少 会技增 17到18% 听听就好 我之前跟各位讲253.5 对不对 这里力多好 你就看好 不是这样子看的 那苹果的重要供应链 大力光已经准备要跌了 那台积电呢 一样啊 贸易战没完没了 尤其现在日韩又开始也在 两边也在对杠 这个后面问题很多 所以我如果告诉你 他有一个所谓的隐性的 金融风暴你信不信 你会跟我讲说 老师明年 明年要总统选举 怎么可能大跌 就是会大跌 不是我会员都要小心 是我会员的 可以避开风险 还可以大赚钱 不是我会员全部会 out直接跟你讲 信不信 国具 1300的时候 我就很多 1310我跟你讲 310会来 没人相信 那你知道国具 未来的低点是在什么 在你打死我也不会买 我在1310的时候 为了救人家 救赏户广大的赏户 每天都讲 告诉你会砍头 我会砍头 没人相信 结果跌到240 200是止跌 有止跌 还早 我已经知道 国具未来会跌到哪里的 节目上我不方便预告 为什么 因为预告下去的话 又一堆人要骂我 我只跟你讲 很低 very low 很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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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会相信 我这有技术分析 还有所谓的经验法则 这个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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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四八三 我这跟哥哥讲 上来 我会K他 涨到这里 一堆人看好 这个你钱多的欢迎买 细心元老二 在德国 今年已经大赔钱了 老二赔钱 老大会赚钱 你给他骗笑 我会算 会不会算 会不会看 难得算给各位了 反正 我只跟各位讲 我技术分析都直接算了 价位是多少 都是跟各位讲的一清二楚 我家全已经跟各位算过了 最少会回跌到哪里 然后呢 我有跟各位讲过 高点 台积电高点在哪里 我有跟各位讲过 大力光的高点在哪里 四二七一啦 嗯 还有我再讲一次哦 我不是今天讲的好不好 四二七 自己睁大眼睛看 那这一天七月十一号 大力光你要懂 你知道苹概股要怎么办了啦 那还不要 我再讲苹果股价 我节目蛮多人 很注意看 内行会看 在高档已经有人在跑了 你听不懂哦 那我已经跟各位讲 我已经讲 最少一两个礼拜 苹果股价高点就是 204到208 最高来到206 道琼 已经跟各位讲 前面这也就属于超长 高档 出大量 这是美国的法人在卖 美国的法人在卖 你还听得懂吗 好啦该讲我都讲了啦 反正 不小心会完 你自己 等着 等着看吧 就这样 但是 你相信我的 我会把你变高手 这一波的一个 所谓的 未来还有一波大跌哦 我已经知道会跌到哪里了啦 会不会来 不然我给你掌 会出乎你的意料之外 我是用很多的技术分析算的 都是我特殊技术分析算的 外面学不到啦 好啦相信我 你就跟着我啦 反正会来跟着我的人很少 因为只有少数才是赢家 那这一波 我先跟哥讲啊 有高价股的 最好来找我 不然 你以后会很惨 信不信 那谁骗你 身心研究人 靈高靈风靈 我们会到高中 你跟着我 还不错啦 我如果人坐下 妹妹有啦 那你避开风险 未来低档 我会用力买 要避开这一段 有个大风险 我讲的是大风险哦 就这么简单 未来你讲太多东西啦 反正信成何信啊 不信的就是不信啊 但是呢 长期看我电视节目的 我不会太离谱啊 听得懂啊 跟着我学还不错啦 那我会把你变高手 那愿意跟着我 追广告中时代的电话 明星休息一段 下段再回来 跟各位继续谈 好 所有的压力通通给我 高价股空行一切抗火 欢迎大资金 掌握最好赚你一段 那你要避开风险 已经事先做预告了 相信我就来找我 你未来会是高手 会保住你身家性命 未来低档 你会再获利满满 速播 023898689 023898689 启发头顾有粉丝团哦 向往花钱不犹豫的生活吗 想轻松退休 不为钱烦恼吗 快掌握启发头顾分析师动向 线上解盘 财经解读 台股分析 讲座资讯 重点新闻 启发头顾粉丝团通通都有 锁定启发头顾粉丝团 让你财富满满满 竹梦专线 023898689 启发头顾 启动财富成长 发现幸福人生 想带家人出国旅游 却难以实现 想为家人换车 你却迟一了 也让缺钱成为你的理由 让启发头顾 协助爱家的你 达到幸福美满的家庭 选择启发头顾 获利轻松入带 智富专线0223898689 0223898689 启发头顾 好 欢迎回到现场 好 今天跌二几点 对不对 那今天跌下来 它并没有做一个时候的扩量动作 所以明天会盘中弹 盘中弹上来 记得 撕弯酸啊 要酸啊 为什么 因为最后一盘5分K落跑 空放量 知道我在讲什么吗 听不懂 开盘代表主力作手 我今天要做什么 收盘5分K代表 我明天要干什么 那因为今天 短线上的一个所谓的跌势 那因为量说明天会盘中弹 盘中弹是让你跑的 是让你空的 懂吗 高价股的 想要避开风险来找我 那不然未来会很惨 我都话先讲在前面 你花一点点费用 我会把你变高手 你未来会保住 你的资金还可以增倍 不是我会员的 那就没办 因为不相信我的 那是你的事情 做抗共有个人玩 对啊 我就是个散户玩 我低点买你不会买 我高点肛买你不会买 记住 与散户对作赢一半 重点是我有事先预算技术 我在节目上都直接跟各位讲点位 对不对 传统技术分析是做不到 为什么我做得到 30几年的工夫 希望你来学 再跟各位谈论一次 探紧有技术来找我 探索帮你找人 今天节目到这里告一段落 祝各位明天操板顺利 本投股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优优优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